本期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些果实能力是神机 但是却被用废了的恶魔果实 第一个果实 秀秀果实 使用者是海军上校修恩 这种果实可以让接触到的任何物体都进入生锈状态 因此秀秀果实是所有剑客们的恶梦 利用秀秀果实废掉剑客的武器 取胜几率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修恩除了秀秀果实以外 就没有什么亮眼的能力了 最终索隆在乌索普的一旁协助之下 成功击倒了秀恩 第二颗果实 吞吞果实 吞吞果实的使用者是瓦尔波 属于超人性一种 不管吞下去什么东西 都可以将它转化成自身的一部分 当然也可以将吞下去的东西变成新的武器 这样一颗变态的果实 仅仅停留在了果实的最初级阶段 假如能够合理开发的话 吞下去比自己厉害的对手 能够改变战场局势 第三颗果实 迟钝果实 果实的主人是银湖福克西 能力是刻意发出一种光线 被光线照到的人物 任何动作都会变得非常缓慢 虽然持续时间只有30秒 但是这已经足够了 强者和强者之间的对决 往往就是瞬间的事情 但是银湖福克西的存在 就是用来搞笑的 每次都会被路飞打得落花流水 第四颗果实 堪石狼的神笔果实 这一颗果实能力官方没有给出具体的果实名称 通过一只巨大的毛笔作画 可以让画出来的东西变成现实 虽然画出来的东西画风有点不对 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它是一颗神级果实 是想一下提前画出一些怪兽 或者是改造以后的生物 组成一支军队 要多威风有多威风 但是无奈堪石狼的画画技术 实在是不敢恭维 德雷斯罗萨篇章 堪石狼要飞出地下垃圾场 于是就画了一只小鸟作技 堪石狼画的这只小鸟 头比身子还大 五官完全不成比例 自己能够飞起来就已经是奇迹了 这一后面画的龙 狼虎什么的 就更加不敢恭维了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我们会带来更加有意思的视频哦